不知您贵上下怎么称呼 在哪行花财 我爹姓胡 是做古董珠宝生意的 碧人胡紫月 在南京和上海开了几间小铺子 胡老板客气 能在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立足 想必生意做得不错 哪里 哪里 这是碧人邓名片 请多指教 行长 那你们就先聊 我就到那边去 请便 那我们坐下聊吧行长 好好好 请坐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牛行长 哪里哪里 混口饭吃而已 哦 哎呀 民人最佩服会做生意的人了 敢问牛行长 现如今跟谁做生意最有转头啊 小弟不知 愿闻其想 嗯 当然 现在是跟日本人做生意最有转头 不瞒老弟 我上个月跟南京的福田大组做了一笔生意 我就赚了好几百万 爹 你这还没喝着多了 牛行长又不是外人嘛 但说无妨 胡老板 好气魄呀 哈哈哈哈 那是啊 做生意嘛就讲一个气魄 你看 你这整天低三下四的是吧 没有气魄 别说日本人就是中国人也瞧不起你 那生意只能越做越小 不可能越做越大 嗯 胡老板所言极是 所言极是啊 啊 毕人出道良心 打算开几个门面 嗯 以后 仰仗牛行长多多关照啊 毕人出来扎道 承蒙各位厚爱 在灵木君过世之后呢 你们还愿意与我们诸事会社合作 滕景 万分感谢 滕景先生 这要说哪里话呀 你的生意就是我们的生意啊 哎呀 毕人的诸事会社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只是资金比较充裕 所以各位可以放心大胆地去采购 只要价格不太离谱 我一个人统统都吃掉 而且一次性付的都是现金 我能结识像您这样的朋友 是我的荣幸 荣幸啊 这杯 啊 胡某啊 无福 啊 膝下无子女 老了老了 认了一个干闺女 我叫陆七娘 哦哦哦哦 胡老板 有陆小姐这样的干闺女 是您的福气啊 那当然 那当然 哎 认识牛行长 也是我们的福气啊 哎 哪里哪里 早听说了 大东洋银行 讲信与众安全 哎呀 现在这兵荒马乱的 碧人有些闲钱在家里 总觉得不安全 如果牛行长乐意的话 是否可以寄存在贵行呢 有生意做 牛某当然感兴趣 不知道这数是多少 这个区区几百万而已 加上一些玉器古董 哎呀呀呀呀呀呀 胡老板大手笔呀 好 好 既然你信得过牛某 我乐意效劳 哎呦 那就一言为定吧 好 一言为定 来 要点 哎 你在这盯着点 我去趟西厨见你 腾计先生 你只要资金不成问题啊 一切啊 包在我们身上 我呀 把所有人都派出去 包括你仓库啊 满满当盘的 可是现在呢 有一个问题 这梁溪周围 业务实在太小了 我们呢 还要向中国其他区域 去扩展业务 我知道啊 诸位在那边都有业务 所以 我最近打算派一些采购员 跟着各位去采购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 你们放心吧 我会抢了你们的业务 而且我还大爱你们 每谈成一笔业务 就分给你们百分之十的红利 这样你们满意了吗 这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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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而且我还和大东亚银行谈好了 我的资金马上就存过去 你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去检查 这样 你们总愿意和我合作了吧 好 好 好 曾锦先生 真心待我们 我们啊 保证好好合作 来 对 为了我们能顺利合作 干杯 好 干杯 干杯 来 汪老板 杜小姐 正好 我给二位介绍几个新朋友 走 请 胡宝 我正有词 好好说 好说 请 孙老板 好 郭老板 好 这位是绸段庄的孙长 来 请 华会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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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老板 胡老板 幸会 幸会 久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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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梁王琵琶城的母长 幸会 幸会 久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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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老板 孙长会也喜欢玩股票 如果您有兴趣不妨 我了解他 股票啊 我那对股票是一窍不通 这个股玩玉器嘛 还马马虎虎 原来胡老板是精于古董啊 是是 那可太好了 别人有一个祖传的象牙扇子 还请胡老板给见上下 如何 好说 好说 这个 好扇子 好 好扇子 胡老板 可这是慧眼师真品哪 佩服 佩服 胡老板 咱们相逢不如偶遇 既然今天遇上了 那就请胡老板 给长长眼 顾客价 长长眼 这个 现在的市场价格 这把扇马 应该值个三万五万的 没问题 三万五万啊 不错啊 那感觉好啊 正好最近哪 我这手头紧 这样扶我了 你看啊 既然你跟这扇子 有缘分 我就 人头更爱了 就三万块钱 您就收了吧 怎么样 哎呀 小弟真是缺钱哪 哎 我干爹这儿了好几把这样的扇子了 您再另找买家吧 对对对对 陆小姐陆小姐 像这样的扇子 这胡老板这样懂行的人 我才能放心哪 是不是 孙老板 是啊 俗话说 宝剑增英雄吧 胡老板 您就别推辞了 这胡老板 您不至于为这个数字 还要考虑半天吧 哎呀 哪里哪里 华老板 太齐声了吧 哎呀 这什么好东西啊 这么值钱 我来开开眼 打手 险青啊 像牙的 皮子货吧 这包将浅薄 我一看就是心腻上去的 构图气云 颜色也太过鲜亮了些 韵比气沉 苦比无风 华老板 你祖上不知一眼捉到 要拿这玩意儿 当传家宝啊 胡老板没有赞两句 你就麻干打折顺杆爬 你是要给咱良西商界抹黑啊 是吧 肮肮大人 就是开个玩笑 别当真啊 别当真啊 开个玩笑 是 对对 胡老板什么人哪 一打眼儿 就能看出底细来 对 只不过是配合华老板 逗大家乐呵乐呵 好 就是就是 是啊 胡老板 是是是 好了好了 那你们继续喝着 好好好 好 胡老板 还是言归正传的 好 还是继续刚才的话题 聊聊股票的事 那个 我先聊 我四处看看 告辞 胡老板 胡老板不了解股票 可不要紧哪 什么事都有第一次 股票这一行当 可甚至近抖金哪 是啊 我改日再向二位请教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改天我请客 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好嘞 请便 你们走 李哲伯 那个穿红衣服的人 怎么回事 胡老板 张富海 张巴兄弟 不好的出事了 张富海在这儿 我去叫人吧 别急 他不是还没拆上我们吗 亲友 你去保护鬼爷 出了事随机应变 好 这小子一肚子坏水 保不齐有什么主意呢 咱们先出去吧 日子过得挺滋润哪 怎么出来的 头儿 怎么到良心来了呀 想试个套 让大东亚银行行长 往里钻石吧 哎呀 哎呀 张点欲长啊 哎呀 都这时候了 那过去的事情 就不要追究了好吗 我没说要追究吧 得嘞 告辞 慢着 老鬼 老鬼 你的眼光够毒的 那姓牛的可非得流油啊 他的底细我比你要了解得多 怎么着 算我一个 啊 行嘞 刚好我们确知根知底的一个内应 哎哎哎 这说话不方便 上我们住的地慢慢谈 老鬼 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在良心的手有多长 你不要跟我玩那种小妖穿西服的鬼把戏啊 哪能啊 呵呵呵合伙发财 我们巴不得张点欲长参加 是吧 嘿嘿 点欲长请 海老板请 我去 sein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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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 哎呦哎呦 你们都有逃出来了ああ 没想到吧 你终于落在老子手里了 没想到吧 这叫牛羊乳俊 自投罗网 对了 我自投罗网 我实话告诉你们 你们知道谁派我来的 我可是阎长官派来的 怕了吧 阎长官就在良心 就是为了捉你们这些逃犯来的 知道吧 现在唯一能给你们说上话的 就只有我 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呀 别打搅我 我还没说完哪 阎长官他 阎长官他 跟你说过多少遍 要低调 不要张狂 这这这这这些犯人我我都给你抓来了 我给你抓过来了 哥几个 今儿张典狱长也来了 咱们该怎么招待他呀 哥几个 你 你 你们都是一伙的 站过去 站过去 不是 阎长官 这这 没想到吗 我们早就一伙的 鬼爷 妈说 叫祖宗都没用 帮助手 我老鬼 你 找我把他 快点 清城监狱 还真困不住你呀 你怎么也在这 自打离开清城以后 我就没敢在这附近落脚 一路跑到凉溪 你 凭着身上带着那点家底 带着盘个小股玩店 算是 勉强换日子吧 怎么没去找保家贵 找他 他那人的德行你也见了 我找他 岂不是把自己 往日本人的枪稿上送啊 怎样还有什么打算 走一步算一步 还说什么打算 你怎么会和 岩长官 还有这儿 您他们 那帮囚犯混到一块呢 你说张富凯这小子 这 说来话长啊 想到说我们哥几个 在监狱的时候 这个 还有你师哥何 何俊阳 我们在清城监狱的时候 这张富凯就是典狱长 等等等等等等等 总提这倒霉的事干啥 以我的意思 就直接把他拉到房后弄死他 对 弄死他 弄死他 刘老师他肯定是个祸 你想想在号里的时候 差点没把我弄死 你别说了 去去去去 这老大说得没错 当初在号里啊 这小子使坏 咱大伙上山般石头 受小鬼子的气 不是说不提不提了 不是不提 咱哥几个说这有啥用啊 正白兄弟的脾气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这小子要是不想走 他肯定不愿意赶他走啊 没错 正白兄弟在心思手软 肯定把那张富凯给留下 还要告诉你啊 在盐会上我一见他我紧张啊 我差点露馅了都 可不是嘛 吓得我这俩腿都不会打弯了 都为了这点价钱 谁说都没用 必须弄死他 叶兄弟 是谁当初说我们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啊 是啊 您的钱不也来路不明吗 不是 我是觉得这个张富海 算了 跟你们说不清楚 你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李正白 李正白 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也想明白了 当初在清晨 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人 被日本人糟蹋 嗓子坏 唱不了 小翠 你倒是唱啊 东朵西藏的日子 我也过够了 我真想留下来跟你们一块活得像个爷们 明白了 都是我自找的 现在不允许我再犯任何查错了 宋门次郎已经死了 死了 算便宜他了 成了 赶紧走吧 在这儿也不安全 这毕竟是日本人掌控的地方 我这么走了 郑白兄弟 你真的放心 什么不放心的 去吧 你就不怕我到师本人那儿去告发你了 我相信你还是一个中国人 你不怕我到师本人那儿去告发你了 李正派 是个人物 李正派 李正派 我是真没想到 你这 你这是放火灰山了你 沈白熊 万一他要耍什么花样 他不会的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他要是想出卖我们 在酒会就可以 你干嘛要等到现在呢 回去睡吧 走 慢点 您好 您好 牛航长 红老板 陆小姐 二位大帅光临 有个会案子吗 怎么 牛航长不欢迎我吗 哪儿的话 我巴不得天天都能看见 陆小姐您呢 当然 还有红老板 是 这儿说话不方便 要不二位 去我的办公室慢慢聊 行 好 参观参观 对啊 牛航长的办公室 真是辉煌啊 本人自谈不如啊 胡罗板说笑了 来来来 二位今天来 不光是为了 参观逼人的办公室吧 我和我干爹今天来 是想存放点东西 还望牛航长行个方便 陆小姐肯在我这儿存东西 那是信任牛某人 我的荣幸 不知二位要存的东西 是什么呀 我干爹心疼我 是想给我存放点嫁妆 嫁妆 我胡某人哪 打拼半生 多有积蓄 可惜上天度我 我西夏无一子一女 只有这么一个干闺女 嫌如今哪 兵荒马乱的 我就想提前为她 预备一大 大臂嫁妆 存于贵行的金库 一方万一 这个 怎么 牛航长有难处 不是 按说呢 您把嫁妆存在我这儿 应该是没问题 只是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 前些日子又闹土匪 所以 如果没有特殊的许可 恐怕任何东西都很难 穿入金库啊 怎么说 牛航长是不肯帮这个忙 不不不不 不是不是不是 只是实在是 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 能不能暂时 先把东西存在保险箱 不不不 我们之所以把东西存在贵行的金库 就是赶上了他的安全 另外 看一看牛航长的诚意 现在看来牛航长有难处 dia 走 回家吧 别别别二位 火老板别着急嘛 让我考虑考虑 考虑这有什么考虑的 这么点小事牛航长 都拿不定主意 以后啊 咱们俩要做那个大 distribu... 就免贪了吧 tenth 安爹 您先消消气 这牛行长 不是还没不同意呢吗 对对对 好 没了二位 那我牛某人就豁出去了 不过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要不然我的饭碗 可就保不住了 牛行长这点您放心 我们保密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说出去呢 是是 那就好 那就好 要不二位 先把你们要存的东西 抬上来 那是 来来来来 抬进来 这儿 外面吧 过了两个人 抬上相互跟我走 是 那是 行长 这老头对他干女儿 出手可够大方的 你懂什么呀 他们表面上看似妇女 说不定晚上就钻一个被窝里了 那些东西啊 指不定是那骚娘们怎么滑了来的 坏了 怎么没放到金库里面 看来需要搞到密码才行 陆小姐 这张取货凭证 您可要收好了 千万别弄丢了啊 不然的话 胡老板给你催的嫁妆 可就取不出来了 多谢牛行长提醒 牛行长 我的嫁妆真的放到金库最里面了吗 当然当然当然 那我就放心了 胡老板 那之前咱们说好的那笔生意 牛行长请放心 您给我面子 我怎么能亏了您的面子呢 干爹啊 这牛行长帮咱们这么大忙 咱是不是得表示表示 要不然 牛行长万一把咱们的宝贝 放在金库外面怎么办啊 你看看 还是闺女想得周到啊 牛行长 今儿晚上 嘉陵大酒楼我请客 胡老板这都不好意思啊 你不给我面子 总得给我干闺女一个面子呢 胡老板言重了 那好 毕人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 晚上见 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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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磕大鸟子出来了 来吧 张八兄弟 你还真绝了 咱就这么进来呢 这么容易啊 看 坏了 咋了 因为你往上把老鬼头他们给骗了 这根本就不是金库 而是金库的卖物 我进去这个金库 必须要打开这把锁 你看 这种锁需要配合一个六位数的密码 再加上钥匙才能打开 我问你 如果密码堆上了 这个锁头你能打开吗 应该没问题吧 我试试 那我们等吧 等啥 等他们把密码送回来 谢谢 谢谢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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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航长 你们这个金库到底安不安全 怎么总有点不放弃 是吧 干爹 骆小姐 实话告诉你嘛 放一百个心 就算是把我自己丢了 你存的东西 绝对不可能丢 有风扎你这不会是忽悠我们吧 胡老板 骆小姐 我实话告诉你们 为什么让你们放心呢 知道 这金库啊 除了我 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得去 问什么呀 问得好 三十公分厚的 刚注保险文 德国进口的密码锁 你就是把那密码锁敲碎了 密码不对 那门照样纹丝不动 厉害 厉害厉害 胡老板 德国的密码锁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只要你连续输策三次密码 那里面有专门的电线 和宪兵队连着 是 密码一输错 日本宪兵队就会响起警炮 五分钟 厉害 日本宪兵队就会包围整个大楼 认你是三头六臂 你插翅安飞 对 对 老板 您说我能糊弄您吗 没事 我就算是糊弄您 我哪敢糊弄陆小姐 那是 是不是陆小姐 牛航长果然是聪明人 干爹 我觉得只有像牛航长和您这样的人 才能赚大钱发大财 是不是 牛航长 哪里哪里 依我看哪 咱们三个人一样 最聪明的 应该是陆小姐 是不是胡老板 没错 女航长都这么夸我了 那 那我跟您玩个游戏 好啊 怎么个玩法呀 我最近啊 在研究读心术 我能猜众伟的密码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不信 干爹 那我给他露一勺 露一勺 我猜猜啊 第一个 二 第二个 我猜对了吧 牛航长 牛航长 神了 罚酒罚酒 罚酒一杯 该罚 该罚 来 喝 满上干爹 哎呀 神了神了 我猜猜啊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是七 又中了吧 不对 不可能 那密码是我设的 我还能不知道吗 第二个数字明明是四了 哈哈哈哈 行行行 算我失误 我自罚行了吧 哎哎哎对对对 嗯 这回不会错了啊 第三个是 是 是 是五 对不对啊 是不是又该罚酒了 啊 罗小姐 嗯 我怎么觉得 你这是在套我的密码呢 你不会是 想进金库去捞一笔吧 哎 哈哈哈 哎вол rolled arose 没意思 什么毒心之术 咱不玩的 traveledicar asa ikon mieux 你 赶能不能不玩啊 既然鹿小姐这么有兴趣 咱们继续 我就不信 你把数字 嘔吟 全都蔡政 那这可是牛行长说的啊 先把桌上的酒喝了 啊好好好 干了啊 我赔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啊 下一个 Raf 机机第第第第第 第五个了 第五个uz 嗯 牛行长 牛行长 那您先歇会儿啊 我去方便一下 干爹 照顾好牛行长 放心吧 再import Shadow 怎么样 你 вам拿到了吗 拿到了 你们要想办法传递给李正牌 机长一定要传递证据 否则三次错误之后 就会惊动日本姓兵队 我得回去支营长 你们抓紧时间 都是线线 去 顏下官 密码怎么传 先去禁锢吧 什么呀 咱们老总怎么做着呀 咱得想个办法呀 怎么能想什么办法 再等等吧 那棵大卫锁在银行里边的 这消息怎么可能传进去呢 我看这样 直接进去把人给抢出来 不行 这样通勤太大 会把日本人引过来 我 那这怎么办呢 小文 马队长 你们去银行那边望风 万一有情况 立刻向我们报信 去吧 走 马仔 咱们去找 传递信号的工具 走 阿公 你把话说清楚 来吧 这个他能听明白吗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 以郑白兄的聪明 他没问题的 而且这儿离银行最近 他聪明的 他聪明的 他一定能听明白 郑白兄 看你的了 来吧 二 五 五 七 啥声音 这鬼子没发现 在 在那边吧 在那边 二 什么声音跟鬼叫付的 鬼叫 鬼叫 鬼子来了快跑 他们应该是给我们准备信息的 信息 应该就是保险买的地方 密码 对 我们明天啊 有问题我记下来了 我说 好 你去开门 好 来 二 四 五 七 六 八 消了 错了 再来 二 四 五 八 七 六 六 三 兄弟 我错了 我们要是再错一次就出不去了 你放线上办法 噓 再下 再下 二 四 七 六 八 等等 不是八和六 到底是七啊 别说话 是三和九 你确定了 三和九 八和九 三 八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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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词曲 李宗盛 爱你掌心 光一丝幻影 在府里又白不停息 爱空空无凭 可我拿什么给你证明 像根火在土里 我在黑暗里 束缚明光明 爱是万千情 若不得风声 勇满茫长夜带甜蜜 风天云 星星消失在云里 冬在夜丛中叹息 黑暗中我们相拥相遇 夜发白 天空将笑到足夕 我们望着彼此眼睛 却梦化如成熙 我不见眼睛 眼月是风还可相信 光花成落影 寂寞前行静静静相依 爱回风声 是绝境之后的风景 如果是你 风雨里漂泊 永永何景 那订阅